妈 妈 妈 来 建国 给小雪结婚以后 对她好点 对小雪好点 妈 你放心 对小雪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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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见了吧 不管到什么时候她永远是我 不管她一辈子 对小雪好点 大哥 我不知道您来了 上楼坐吧 不用了 那有什么事 您说 跟宋建国离婚吧 我请你跟宋建国离婚 你应该知道 小雪跟宋建国已经谈婚论嫁了 结婚照都拍了 如果换作是你 你是小雪会怎么样 我要是唐小雪我愿赌服输 爱情本身就是一场独局 别说没结婚了 就算是结婚又怎么样 还不是照样而言 唐小雪跟了宋建国这么多年 付出了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 我认识宋建国的时间也不短了 我实话告诉你 我第一次见到宋建国 我就想嫁给他 我这些年的等待 难道就不是我最好的年华 好 我来不是跟你讲道理的 宋建国是我弟弟 我比你了解他 他谁都不爱 就爱他自己 现在他能这么狠心抛弃唐小雪 你就不怕有朝一日 他会抛弃你吗 广东人说吃得要咸鱼 就要抵得了可 我更相信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 你以为抢来的会幸福吗 这婚你能结得心安理得吗 这么做你们的良心 就不会受到谴责吗 俗话说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轻的 您倒好 一大白哥第一次见弟媳妇 就劝我们离婚 对不起 是宋建国跟我结婚 就算要离也得他来提 对不起 那好 今天来我就是想告诉你 有我在 这个婚你们结不成 我 两百平米的小王包子铺 已经在南门开张了 我把产情证给咱妈送去 咱妈不要 所以呢 便便我让大毛先打理着 每个月挣了钱 就把钱给咱妈送到养老院去 放心吧 好 你走了以后啊 就不这么远离开我 见过你 说话也是不嫌不淡的 兄弟 你跟这儿待得冷静吗 我比你还孤独了 都在我身上 都在外面啊 你还不信心吗 我跟这儿不信心吗 你还不信心吗 你笑着人看 但他们不会念我得好 我在他们心里啊 永远都是恶人 恶人就恶人吧 所以啊 要想做成一件事 真的很难 你比我强 你走了 可你搏了一个好名声 现在全宁州的人都知道 什么是好兄弟啊 看看人 刘晓旺 说不定哪天我嗝了 连个给我收拾墓地的人都没有 就像是最后一样的 我还是遍为对 你喜欢的 既是因为 我的天哪 我给大家决定 你说什么 周丽萍进医院了 初步诊断是精神肺炎症 现在小雪也失踪了 整个唐家犬乱套了 怎么会这样啊 这建国闹得哪一出 她不娶小雪她要娶谁 吴婷婷 您说机会主任 吴满腾的女儿 你妈病了 在情神病医院 不好意思 她不娩ê 这 爱 他 爸 爸 谢谢你们还能请我们过来吃饭 我请的是你 不是你们 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老婆吴婷婷 你们好 这是我孝敬二老的不成敬意 妈 妈 您收下吧 谁是你妈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是宋建国的妻子 不承认 我不承认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出了门她也是女儿媳妇 我们俩已经领证了 领文证就是合法复习 吴婷婷是吧 你能不能放了我们家建国 算我求求你了 她是有未婚妻的 她不能娶你 你 这个您得问她 不好意思 我在下面等你 我们俩正很快 不想俩 我不要打了你 我都不能邀请你 你不然 she 他只是她还是不信心 她是不信心 小雪 医生诊断 妈得的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谷 你进屋去 我和建国单独熟了 回答我 能不能回头 能不能不娶吴婷婷 如果你不娶吴婷婷 你还是我宋子唐的儿子 我说过了 正我已经灵了 建国啊 东方厂你拆了 好足分的事你都干了 看在小雪的面子上我忍了 现在你要婚婚 不要小雪 我却不答应 只要我活着 宋家就不能处你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处生 不管您认不认我 您永远都是我爸 这是你送给我那凭十五年的舞台 咱俩今天把它喝了啊 我们说回来了 throat 不吴 开火 咱俩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敢喝呀 你知道我这里边放的什么吗 我里边下的是老鼠药 我的儿子 怎么能干出这么下贱的事呢 你这么亲儿子 你不狠 你要堵死你亲儿子 你以为你这样就对自己躺下了 你这样就成平了 你知道我们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我比你更狠 我要死 我要死 我就毒死这个兔子 他心底下不去手 你没毒死我 这活我还得结 妈 老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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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送我爸去第一人民医院 我跟李院长打好招呼 和胡碧鸿给我宝贝了 可是老宋 我跟李院长打好 你今天是哈费了 我今天是哈费的 我现在叫你 我今天是哈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娘笑一笑 好 这结婚照不来是你坚持要拍的吗 给个笑脸行不行 你哭大臭深的 我一想起你爸妈还有你哥 对我那态度 我可笑我出来了 跟你结婚的人是我又不是他呢 叫什么进呢 笑一个 笑一个 你能待会儿再看吗 看看试试 我回个电话 宋建国 好 喂 我要见你 马上 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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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和我一刀两断 对 一刀两断 脏事我干了 但我不想解释 就算我是陈世美 那你也应该是那个懂我的秦湘林 就算全世界都骂我 唾弃我 我都无所谓 我只需要有一个人懂我就行 那个人应该是你 你不是陈世美 我也不是秦湘林 我没有义务去懂你 从今以后 我们各走各的路 我离开国雪 公司归宁 不过亲兄弟啊明算长 何况我们两个绑在一起干了这么多年 我要三百万 多一分不要 少一分不行 三百万 你是在打我的脸 我宋建国的女人就是三百万 那你想怎么着 钱你想要多少都行 但人得留下 做人不能太自私 你永远是我宋建国的女人 你永远是我宋建国的女人 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名分 但这个名分我迟早会还给你 我发过誓 我要让你成为全宁州最富有的女人 我会说到做到的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干 但你永远是国学的大骨头 你还能再虚伪点 这不是虚伪 是承诺 我要让你知道 我宋建国离开你唐小旭 我所做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所以你必须留下 这么说 你一分钱都不想给 我的就是你的 宋建国 好 你可想明白了 我很冷静 你要为你刚才说的话负责 我负责 别后悔 我好悔 我好悔 滚吧 你现在可以去找你的新娘了 我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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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去哪里 我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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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坐 坐坐 你啊 婚礼筹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对了 爸 方副市长那儿麻烦您再去个电话 确认一下 他可是我们的证婚人 必须来 知道了 警官 你家人来还是不来 婚礼那天 可是有很多重要的领导要来 到时候别让我下不来台 来 一定来 好 这就好 来 来 东方厂重新招标的事 进展得怎么样了 事不严安 情不予 不该问的就别问 爸 郭雪公司的招标书我已经做好了 正在打印 等打印完了 装定好了给您送一套 请您批评指证 警官啊 我个人认为 你们现在更应该考虑的是 如何把你们俩的婚姻经营好 我呢 就婷婷这么一个女儿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她 过得开不开心 幸福不幸福 至于果雪公司 能不能证标 能不能拿到东方厂的地产项目 那是你的事情 有本事你就拿 没本事就看着别人拿 我是不会以权慕斯的 爸 我不管 果雪公司必须中标 就算是您送给女儿的陪嫁 吃饭 爸 我敬您一杯 来 你 见过都是我儿子 明天就是他婚礼了 老宋啊 我知道你不会去 我是当妈的 我得去 妈 我陪您去 我把话放着 明天谁要去参加这个初始人的婚礼 就是他宋建国的亲戚 从今以后不要垮进我这个门 你也一样 我去 老大 你什么意思啊 那宋建国不是爱热闹 爱闲呗吗 他不是把全宁州有头有脸人都请过来了吗 那我就让全宁州的人都看个热闹 我帮他把这婚礼办的空前绝好 你也有什么意思啊 你不应该怎么打安全在一起 我去 你不应该怎么办 我看真的 宋建国家 头发长 见识短 我把头发剪了 看看能不能长长见识 省得以后再被别人骗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我爷女出来 就是想谈谈赔偿 给你三百万 离开国学 离开肃建国 咱们俩亲 行不行 国学开办的时候 注册资金就是三百万 我拿的 唐小雪 我也是女人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我觉得挺对不住你 如果不是我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逼婚纱的新娘就是你 我也特别能理解 被人横刀夺爱是什么样的资费 如果需要 我可以跟你道个歉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宋建国的妻子 合法复妻 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 五百万 加上你现在住的房子 算是我吴婷婷的承认 这样总可以了吧 做人要知识如我 做人要知识如我 你可以去全宁州打听打听 有谁能一次性拿出五百万贤情 我想 为了我丈夫的前女友 我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了 说完了吗 我不指望跟你成为朋友 可我也不想跟你成为对手 咱们退一万步说 你就当这是一桩买卖 咱们成交 既然是谈买卖 那买卖各方都得在啊 对不起 稍等片刻 好 唐小雪 你限我十五分钟到 我这提前了两分钟 你什么情况 闭嘴 你什么情况 吴婷婷说给我五百万 外加一套房子 让我从国学滚蛋 从此离开你 现在你跟她说说 我唐小雪是什么身家 我唐小雪 不好意思 先告辞了 是她约的你呀 反正你约的她呀 她说那话什么意思 她说了你别挑事啊 我问你 她说那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 国学的股份你占百分之五十一 她占百分之四十九 这就是唐小雪的身家 我就是一打工的 我就是一打工的 给二位股东打工 希望二位股东日后 能够和平相处 和气生死 如果你也讨论 是